范冰冰私生子曝光!大事红金宝疯传!真相大白她下场超惨! 女性范冰冰近来麻烦是不少,之前被大陆前央视主持人曝光一份阴阳合同,报处逃税一云,引来政府查税,接住还传出和男友李晨注销大陆国籍和户口,将名下三百多亿台币转到美国,让她从美国返回大陆后以身上露面。 不料一名网友近日又透过微博爆料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罕见为乃赵外泻,爸爸是红金宝。 范冰冰先前被曝出阴阳合约涉逃税,当地税务局随即展开调查。 她随后从美返路,接住就保持低调,接住又报出她与男友李晨注销大陆籍,将新台币三百多亿资产转移到美国。 但不久就被否认说他们俩在美国连移动房屋都没有,且在美居留需连续居住多个月,光看行程就知道两人不可能。 不过官方媒体却痛批无论有多少粉丝,名气多大,陶楼税就是危害国家的意,将彻底调查。 没想到根据上游新闻报道,一名孝性网友近日透过微博转发一篇,题为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罕见为奶照外泄,爸爸是红金宝的文章,PO文一出,立刻吸引超过8000人按赞,留言,原PO的微博也有破50万粉丝,被认为具有一定影响力。 不过未经证实的PO文,已对范冰冰造成伤害,范冰冰因此透过律师提告孝宪网友,并要求原PO在全国版报纸,以及个人微博上公开道歉,且需置顶超过90天。 此外,范冰冰也以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为由,向原PO要求共50万人民币,约新台币228万元,的精神赔偿。 据悉,被范冰冰提告的网友其实不支援PO一名网友,此案将在25日开庭。 消息一出后,许多网友都赞同范冰冰冰表示,活该了,造谣的人都是不长脑子吗?支持范冰冰维权。 拒绝造谣